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,多尔滚在外出行为途中,轰于古北口外喀拉城,对于少年天子顺治而言,这或许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,他终于可以夺回丢失的政治权利了,就在顺治沉浸于重操大权的欣喜中时,以索尼、敖拜为首的两皇旗趁势崛起,处处撤肘皇权,而二人背后的主谋正是孝庄太后。 作为顺治的生母,孝庄理应相助皇帝实现中央集权才是,为何偏要反其道而行,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胜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在皇太极死后的夺位之争中,诸王兄弟窥探大宝,以至八旗内部纷争四旗,如果不是在两皇旗的距离力争下,恐怕顺治难以登基,因此,为了感激两皇旗的拥戴之功,顺治在继位之初,就对厄碧龙、敖拜大肆封赏, 二人同时被任命为领事卫大臣,并进入议政会参与决策,但在议政会中,以基尔哈朗为代表的宗室力量才是真正主宰者,所以顺治得以凭借这位叔父来与两皇旗相互制衡,使得一家独大的局面不会出现, 但随着基尔哈朗离世,宗室贵族的力量被极度削弱,两皇旗势力进一步膨胀,他们实际上执行孝庄太后的意志,妄图分化皇权,面对两皇旗的步步紧逼, 顺治只好反其道而行,前脚刚对多尔滚大肆踏伐,后面就采用了他摄政时期的满汉一体路线, 企图通过笼络汉人士大夫,形成对八旗的牵制,进而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, 于是顺治力排众议,不惜更改组织,废除了诸王贝勒管理各部事务的旧力,效仿明朝设置内阁, 正是让汉官挤进核心决策圈,由此一来,不论是六部事务的治理,还是平时奏折的参奏, 汉官都拥有了同满官同等的义政权利,顺治提拔汉官的种种举措, 使孝庄与两皇旗大臣痛心疾首,其背后的满猛势力不可能任由他胡作非为下去, 一场政治拉锯战就此掀开帷幕,每当讨论重大国事实,只要顺治与汉臣拟定某项政策, 那么以孝庄与两皇旗代表的保守势力,就势必会给出截然相反的意见, 这种分歧伴随着汉官地位的提升而不断扩大,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, 索尼、敖拜为了保持两皇旗的超然地位,不仅向孝庄禀报朝廷中发生的大小事件, 还将皇帝的一举一动悉数告知,与两皇旗有所不同, 孝庄之所以对满汉议题保持反对,接触于稳固蒙古势力的考量, 所以她一面借助两皇旗对帝权进行制衡, 另一方面又动用蒙古力量来左右皇帝的一切, 顺治十三年六月,孝庄太后将自己的侄孙女从蒙古照至京师, 当着敖拜、索尼等人的面前,当众宣布大清皇后人选, 按照惯例来说,册封皇后理应得到皇帝首肯才是, 但孝庄竟然瞒着顺治,越权决定这等国家大事, 正如《清世宗十录》所记载, 况且,敖拜身兼领侍卫内大臣之职, 怎能插手恭维之事,这只能说明两点, 其一,孝庄早已知晓顺治不会同意这门亲事, 所以才先斩后奏,令敖拜等人代为传达, 其二,敖拜虽名为陛下臣子, 但实际早已沦为孝庄耳目, 孝庄任命敖拜传达立后事宜, 就是要趁机敲打顺治,告知他满猛联盟牢不可破, 国之根基无法动摇,正如孝庄所料, 顺治在得知立后一事,顺势龙颜大怒, 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满猛联盟, 不惜讨好,曾羞辱过自己的郑白旗, 执意立郑白旗董恶视为皇贵妃, 如此一来,郑白旗与蒙古势力并驾齐驱, 共同左右着大清的未来走向, 然而,随着顺治势力的日益稳固, 皇后波尔基特氏在宫中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, 顺治十五年初,顺治抓住孝庄太后大病的空荡, 下令礼部商讨废后事宜, 进而打乱了满猛联盟的精密部署, 实际上,波尔基特氏自入宫以后, 就深陷孝庄与顺治的斗争漩涡中, 出身于蒙古贵族的他, 因遭受顺治百般冷遇, 就只好依附孝庄为靠山, 而顺治未使废后计划不受干扰, 竟将皇后的通信方式、肩奏彻底切断, 进而对孝庄实行长达八十日的消息封锁, 带到孝庄大病出狱, 得知艾威顺治的所作所为, 这才出手阻止这场废后事件, 保留住波尔基特氏的皇后名号, 然而,此次废后事件并未就此结束, 她的余波将掀起更大的惊涛骇浪, 就在废后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, 顺治突然召见孝庄的弟弟吴克善进京, 其用意明显与皇后的废力有关, 不料, 吴克善却抗止巨网, 明眼人都能看出, 这是孝庄在背后出谋划策, 就是想观察顺治, 对此作何反应, 就当众人笃定顺治不敢对吴克善兴师问罪时, 顺治却一反常态地对其言承, 先是以不遵照旨, 藐视镇公为由, 废除吴克善儿子继承亲王的权力, 随后又一朵吴克善亲王诀, 发马千匹, 在这次废后事件中, 顺治虽没有得偿所愿地废除皇后, 但却打击了孝庄背后的母族势力, 已经是大获全胜, 而以孝庄为代表的满猛势力, 坚决不可能任由皇帝得寸进尺, 一场有关满洲继承人的对决即将上演, 顺治继位后, 孝庄遵循皇太极时期的既定方针, 为他挑选六名蒙古女子, 结为殷亲, 就是希望通过满猛联姻来稳固国家统治, 可顺治对于这些蒙古后妃极为疏远, 以至于在所生的八位皇子中, 竟无一子出自蒙古, 顺治十四年十月初期, 皇贵妃董厄氏诞下一子, 本为顺治第四子, 但顺治却称之为镇之第一子, 并以此昭告天下, 连日举行盛大庆典。 一时间, 有关立储的消息不静而走, 王公大臣一致认为, 董厄妃所生之子, 必定是大清未来储君, 倘若按照顺治构想的那样, 将来自正白旗的董厄妃之子立为皇嗣, 那么正白旗的势力将顺时超越两皇旗, 成为八旗之首。 另一方面, 按照母平子规的皇室传统, 董厄妃喜得贵子, 那么波尔基特氏迟早会被取而代之, 满猛联盟的稳固势必受到威胁, 在进退两难的情形下, 孝庄选择退而求其次, 与两皇旗要臣达成一致, 势必要在两皇旗中择子而立, 天无绝人之路, 在当时仅存的四位皇子中, 恰好有一位来自湘黄旗, 这位皇子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康熙帝, 按照康熙本人的回忆, 在他尚处幼年之际, 孝庄太后便亲自教导各项宫廷礼仪, 这是其他皇子不曾享有的待遇, 不仅如此, 孝庄还特别派遣苏玛拉姑, 负责对康熙的启蒙教育, 使之从小就接受满猛双轨的政治文化, 避免重蹈顺治覆辙, 现如今, 许多人都将感染天花作为康熙的继位依据, 其实早在顺治朝的处位之争中, 康熙就被拟定为潜在的皇位继承人, 然而, 正当统治阶层为了立处暗自较劲时, 董厄非之子却突然患病夭折, 董厄非本人也因丧子之痛落下病根, 于三年后不幸逝世, 在接连痛施两位至亲后, 顺治因为过度悲伤而感染天花, 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期崩逝于养心殿内, 历经了十年的帝后之争就此终结, 顺治驾崩后, 一切本应恢复平静, 可索尼突然公布了一份先帝遗诏, 在这份遗诏中, 顺治除了交代让玄业继位以外, 还列举自身十四项大罪, 与罪己诏没什么区别, 其中最严重的一项便是扶持汉官上位, 关于顺治帝的这份罪己诏, 史学界至今无法辨别真伪, 但可以肯定的是, 以孝庄为代表的满猛联盟, 或多或少在其中夹带私货, 顺治直到弥留之际仍在倡导满汉一体, 又怎会突然转变方向, 将毕生执行的政策当作罪状来展示历史的书写, 终究是由胜利者决定, 作为一位苦命天子, 顺治帝的一生只经历了二十四年的短暂时光, 在前半生中, 他在多尔滚的摄政下委屈求全, 不敢对权力有半点奢望, 好不容易熬到清正之日, 以孝庄为代表的满猛集团又处处撤走, 使黄泉始终被封锁在牢笼当中, 我们应当承认的是, 在大清由地方性政权向全国性政权转化的过程中, 顺治能够倡导满汉一体, 推进黄泉集中, 就已经做到了时代赋予的责任, 即便最后立处失败, 他也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, 作为朝廷重臣, 多尔滚为大清定顶中原, 稳固江山立下了汉马功劳, 他入了关, 打下了江南, 留下一片大好河山给顺治, 按理说, 顺治应该对他感激涕零才是, 但意外的是, 多尔滚死后两个月, 顺治的风向就变了, 他不仅挖了多尔滚的坟, 还抄了他的家, 甚至被鞭尸, 那么顺治为何如此憎恨, 为他带来权力的多尔滚呢? 这个原因是多个方面的, 首先,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所受教育的引导, 顺治地逐渐明白天子的意义, 身为帝王, 却毫无发言权, 母亲也跟遭罪, 原本属于他的权力被抢夺了, 顺治元年十月, 多尔滚被加封为叔父摄政王, 顺治二年是皇叔父摄政王, 顺治三年, 皇帝洗印归多尔滚保管, 所用仪仗的种类与皇帝等同, 到了顺治四年, 取消了多尔滚的御前跪拜, 顺治五年, 多尔滚变成了皇父摄政王, 其次, 并不排除孝庄与多尔滚的绯闻影响, 甚至是下嫁, 因为在满族风俗里, 小叔子娶嫂子是很正常的事, 比如, 皇太极娶了哲哲和孝庄姑之二人, 多尔滚公开娶了侄子豪格的妻子, 但是顺治是在中原长大的孩子, 当了皇帝之后, 接受的是儒家教育, 汉人的婚姻没有满族那么混乱, 注重礼法, 如果多尔滚与孝庄有染, 顺治必然是不能接受的, 并且认为这是一起伤风败俗的丑闻, 因此, 他必然也十分仇恨多尔滚, 第三, 顺治本人的个性很强, 他不仅不喜欢多尔滚, 而且和他母亲孝庄的关系也不好, 比如, 他执意废了自己的皇后, 而且, 这位皇后还是孝庄的侄女, 她与母亲的关系不和谐, 恐怕也与多尔滚有关, 她对母亲可能也怀有敌意, 而且有意思的是, 孝庄在死后并没有运到关外与皇太极合葬, 而是葬在了青东陵隔壁, 因此, 当多种因素聚合在一起后, 最终激发了顺治对多尔滚的仇恨。